看Angela Baby的婆婆,再看叶一切的婆婆,网友,差别好,明显婆媳关系是一个永恒的家庭话题,婆媳关系自古以来就很复杂,有的婆媳关系处理得不好时们,还会引发家庭之间的世界大战,严重的还会让家庭破碎, 而在娱乐圈中,明星夫妻不少,而女明星与婆婆之间的关系,也很被大家备受关注的话题,今天要说就是Angela Baby的婆婆和叶一切的婆婆,看完这位网友,差别好明显,杨颖,一名Angela Baby,简称Baby,本是那么出神,但嫁给黄小明后,身价翻倍不说,知名度也是提高了很多,在有一次采访中,黄小明的妈妈张醋瞎衬,自己的儿媳就是杨颖, 其实是很孝顺的孩子,还把杨颖当作是自己的亲女儿对待,虽然在节目上杨颖看似是一个女汉子,实际上在家是很温柔贤贵的,还会在家写字画画的,通过黄小明的妈妈,也就是杨颖的婆婆,我们看得出,杨颖在处理婆媳关系上处理得很好,又或许是黄小明的妈妈本身就很有爱,对待儿媳的方式,更是让天下很多女人都羡慕的, 还有在外,杨颖与婆婆张素霞外出时,婆婆竟然还是挽着杨颖的手臂,看得出,两人关系实在是好呀,而另一位女星,叶仪倩,原本是超女出生,与跳水王子田亮在一起后,为田家生下一儿一女,透成好字,女儿三爹也是萌芽一个,而且也被教育得很棒,很受观众的喜欢, 儿子田兴臣,长相也比较帅气,叶仪倩这一家人,幸福的样子让人羡慕,但是没想到的是,在叶仪倩和田亮在一起时,田亮的妈妈,也就是叶仪倩的婆婆,竟然看不起叶仪倩,觉得自己的儿子是奥运冠军,而叶仪倩只是一个不怎么出名的小歌手,配不上自己的儿子了,甚至在叶仪倩生女儿三爹时连月子都是在梁间做的,看完文章了,是不是觉得看了Angela Baby的婆婆, 再看叶仪倩的婆婆,差别好明显的,不过既然看完文章了,不妨加个关注,或者留个言再走,小编为您90度鞠躬呢。